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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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哈喽 大家好 日幻妹 夏天如果不吃一点凉菜 肯定对不起自己 今天他来了 今天做个泱水进来吃 给她洗个cede 让她做个美感 在全身按摩 放在地板中 放那清晨底再泡半个小时 血球里的水 然后放在这里沥干水分 然后我们再炒一下椒盐 加四勺盐 花椒和食盐的比例是4比1 小火快炒 将其炒香 炒香以后再加入三小勺五香粉 这样吃起来更香 然后将其摊开晾凉 鸡也已经沥干水分了 然后给它搓盐 这样鸡肉吃起来更香 每个地方都要搓到 搓的香味都已经散发出来了 放入一个干净的保鲜袋中 给它包起来 然后将其炸紧放在冰箱冷藏12个小时 一口花椒的香味 12个小时已经到了 再把它清洗干净 可以了 接下来先调一下卤水 在锅中加入三勺食盐 料酒 葱姜蒜八角花椒 煮20分钟煮出大料的香味 时间到了 然后把鸡放在里面煮20分钟 中途不要忘了把这个鸡再翻一个面 这样更容易入味 时间到 然后关火再蒙20分钟 时间到 然后捞出晾凉 哇 看起来好过瘾 好香啊 这样我的盐水鸡就算好了 原本我想和老爸一起分享的 但老爸今天有事不在家 然后还是留一半给他吃吧 鸡闻起来特别的香 把这个大的留给老爸吃 因为老爸爱吃这个鸡头和鸡屁股 好下酒 我就开动了 我还准备了一点生抽 站着吃 先来一个腿 哈哈 嗯 好吃 一点都不咸 这个口感真的不错 所以大家以后爱吃原水鸡的朋友 不用出去买了 大家就可以做 而且特别的简单 嗯 嗯 再来一个 吃吧 加点鸡 这鸡皮也非常有嚼劲 特别是这个花椒 都顺透到这个鸡肉里面了 特别的香 一股花椒的香了 这是别的 3 3 3 5 1 1 1 2 1 2 3 2 2 2 在这盐盐上的下日 来上这一盘小凉菜 非常的惬意 让点汁 这个下厨超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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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感觉还没有啃过一只剩一大块了 这个下厨超满足的 这顿饭吃的好好饱了 好 今天方便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胖妹 大家看这是什么 今天做一个不一样的龙虾做法 走 先把龙虾洗干净 刷一下 太脏了 把清洗好的龙虾去虾线 去虾头 你看今天又来烤烤了 我做龙虾给你吃 好 我去等个菜回合计 好 做好就来 好 好 好多好多好多 哎呦 哎呦 这个龙虾还就怪不容易的啊 假的我都流血了 头死了 做蒜 做蒜泥龙虾一定要剪虾头 因为蒜泥和龙虾交配在一起 想想都流口水 哎呀 哎呦 终于剪好了 走 再给它清洗干净 做这道菜就是太费大蒜了 哎呦 终于剥好了 我们把剥好的大蒜切成末 锅中倒入菜籽油 开小火把大蒜炒虾 加入一勺豆浆 粥 黄豆酱一起熬 这时候已经能闻到 锅里散发出来的香味了 盛出备用 接下来就把龙虾爆炒 加入葱姜蒜 把龙虾爆香 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加入青粉 加入食盐 胡椒粉 加入糖 加点鸡精 味精 增鲜 接下来放入生抽 焖煮15分钟 龙虾快汤汁收干时 把我们之前调好的蒜泥酱 倒在里面焖5分钟就可以了 哇 出锅了 哇 真的好香啊 哇 满满一大盒龙虾 我们就开吃了 这个比上次那个好薄一点 上次那个老的这个嫩 还是用手把筷子太费气了 蒜泥龙虾还是这样吃比较爽 它的蒜泥全部都在这个龙虾壳里面了 汤汁浓郁 蒜香扑鼻 thr及了 忍不住 还想再来一个 太香了 又馅 好吃 我再吃一个 真好吃 这次烧的比上次还好吃 是吧 吃个大多 我吃这个蒜 吃蒜 我能剥一个吧 是蒜香 要吃黄的 好好好 我吃了 好了 不吃了 好了 那吃虾 吃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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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泡饭肯定也很好吃 我吃虾 吃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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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见啦 拜拜